主料,牛煎瓷500克,主料,甜面酱3勺,茴香适量,料酒1勺,冰糖2块,黄豆酱3勺,盐1分,醋2勺,番茄酱1勺,蒜5半,香叶2片,肉桂1根,生姜3片,准备调料,准备调料牛肉泡去泄水后,捞出放入冷水锅,水开后去除杂质捞出,甜面酱和黄豆酱放入电饭锅内, 用水盒开,把牛肉放进酵汁儿锅内,放入生姜,花椒粉,冰糖,料酒,香叶,硅皮,干辣椒,茴香,放入番茄酱和盐,按蒸煮键,煮约一个小时,切片装盘,我们一般是蘸蒜,醋,辣椒调的汁儿汁,方便技巧,根据自家厨具设置时间